科学家表示,新发现一些儿童头发凌乱的原因,这种情况不只被称为乱发综合症,且通常会出现在三个月大的婴儿到12岁儿童之间。 透过几十年来的深入研究以及比对过最近两项独立调查之后,研究人员现在确认这是属于毛囊基因突变之后的三种现象。 科学家说明,随着幼儿年龄增长,在孩提时期出现不受控制的乱发综合症,通常大多数人都会自行消失。 换句话说,乱发综合症并无大碍,因此家长也不需要过于担心。 此外,相关研究还证实,乱发综合症更有研究价值,主要原因是任何形式的头发生长情况都可以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与比对正常头发在生长期间的蛋白质信息。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